在看影片之前提醒你 热点网站有更多内容 昨天发布的总机查识报告揭露 隶属于人力资源部的人力资源发展机构 滥用公款的问题很严重 那其中包括有超过5000万令吉的培训资金 分多次发给同一批人 当中有超过200笔是可疑的 因为领取者的名字是不同的人 但是却用着同样的身份证号码 那除此之外 这个机构还滥用雇主缴纳的37亿令吉税款 擅自用来进行高风险投资 所以总机查识要求人资部必须要采取行动 将事件移交执法单位处理 作为人力资源部长的沈志强 今天就发文告指出 人资部严正看待总机查识还有公账会的报告 如果有任何单位要对该部门旗下的机构展开调查 那人资部是不会阻拦的 也不会对违规行文受妥 但是沈志强也强调 这个机查程序是在2019年至2023年之间展开的 而他是在2023年的12月中才接管部门 无论如何 他已经指示人资部 还有人力资源发展机构全力配合调查 来看一组国内快报 针对人力资源发展机构被揭发滥用雇主缴纳的税款以及其他弊端 人力资源部秘书长开鲁召开记者会表示 他们已经向反贪会举报 当局也答应会立即采取行动 由于进入调查阶段 人资部不便再作出回应以免干扰调查 政府取消新冠肺炎确诊者的居家隔离令 卫生部长足迹菲利表示 卫生部已经重新调整冠病指南 确诊者不会再受到居家隔离令的约束 如果患者确诊后病情严重 需要申请病假 主诊医生将根据病情做出评估是否发出病假单 昨天下午 吉隆坡东姑阿兹达医院外一辆速度超快的货车 疑似失控追尾一辆Bezard轿车 冲向路边柱子 吓得附近的摩托骑士立马悠转 而货车则是撞上医院墙壁 车头进毁才成功停下 事故造成三人受重伤